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小心偷吃了大量的柚子出现腹泻的时候 可以给狗狗喂食一些益生菌 调理一下肠胃 如果狗狗从没吃过柚子 主人想要喂食的时候 首先给予少量观察有不异常 还是要根据狗狗体制决定能不能吃柚子 平时主人也不要盲目思维各种水果蔬菜 建议先咨询专业受益师进行喂食 还需要特别注意一点 柚子中还有大量的糖分 这些糖分并不能被狗狗很好吸收 而且柚子过于细腻的果肉 也会残留在狗狗的口腔和牙缝鱼 如果不及时清洁 可能会导致狗狗蛀牙